一个52岁的妇人星期一早7点多 在荃湾沙咀渡近川龙街横过马路时 被一部没载客的私家小巴撞到 由于冲力猛烈 妇人被撞到飞弹两米堕地 头部重创 现场围下大摊血迹 她由救护员送院之后 随即要做开脑手术清理瘀血 情况危态 消息说重伤的妇人是新移民 6年前和2年23岁的女儿 来到香港和姓张的丈夫团聚 一家三口住在荃湾一个百多尺的劏房 两夫妇都有出外打工 张珊对于太太的伤势忧心忡忡 担心意外会影响女儿的学业 并令家里的经济情况更加捷据 ONTV 东方电视新闻台 报道